大家好 最近这段时间呢 河南这边出了很多呢 叫全国人民不得不关注的事情 所以呢 让我说啊 河南这个地方呀 确实是一块神奇之地 自从中共建政以来呀 河南省啊 经常都是干那惊天动地的事情 在这个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 河南呢 也是在全国啊 放卫星放的比较厉害的 然后到1960年呢 河南这边饿死人呢 也算是全国比较多的 然后文革期间呢 河南这边呢 也做了很多伟大的工程 比如说红旗渠 也出了很多影响 中国几代人的干部 比如说教育录 可以说啊 河南这个地方呢 经常干那个轰动全国的事情 那么一些传说呢 我就不说了 我想呢 大多数人呢 都知道一些 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 河南也出了很多大事情啊 首先呢 河南说啊 他们要建立一个核酸检测的长效机制 说是要在全省呢 推行这个48小时核酸检测制度 然后呢 制作了一大批这个核酸检测亭 这个事情呢 现在好像也弄不下去了 接着呢 又出现了这个 河南村镇银行爆雷这个事 这个案件呢 涉及人员呢 是40多万 涉案金额呢 是400多亿 最后这个案情通报出来了 说这个储户呀 都不是存款 在这个通报里头呢 都说是去买的产品 而且通报就说呢 这是有人呀 利用村镇银行的实时的金融诈骗 这样的话 最后呢 这些储户呢 都变成了诈骗案的受害者 可以说这些储户的财产呀 收回无望 然后这两天呢 在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河南这边呢 又推出了一些金融之局 那么今天呢 我们着重聊一下 河南在房产方面的一些金融举作 大家常听江泰公的节目啊 大家应该知道啊 中国的经济呢 就是三驾马车 基建 房产 跟外贸出口 那么现在基建来说呢 国家也是搞不动了 你像高铁那样 都花了国家多少钱 然后不见效 然后全国各地大修机场 搭建高速公路 这些东西是建起来了 但是摊子扑的太大 腐败成本太高 回收周期太长 所以呢 现在搞基建呢 也是不现实的 然后对外的出口呢 自从川普时期呢 中美开始贸易战以后呢 这个出口型的经济呢 就开始萎缩 然后这三年的疫情呢 中国又是过度防疫 然后各处搞的是封城封路 所以呢 可以说是自费武功呀 这个制造业呢 逐渐也转到国外去了 制造业这一块 现在也是末日黄花呀 那么这样看来 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架马车 已经少了两架了 现在还是唯一的一架房地产 房地产呀 承载了中国的太多的希望 但是现在呢 房地产停滞不前了 而且现在我们可以判断 基建项目的启动 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有大的项目了 那么外贸性经济的复苏呢 也不可能在短期就实现 那么中国经济最后的救命道走是啥呢 就是房地产 所以大家转过头看了一圈啊 什么供给侧改革呀 拉动内需呀 包括搞什么地摊经济呀 最终的落脚点 依然是房地产 因为房地产已经承担了 中国的主要财富 所以弄来弄去 已经只能弄房地产 别的东西又不值钱 但只有把房地产弄起来 才能把老百姓口袋的钱呀 彻底的扒光 哪怕是政府把这个债务呀 压到老百姓的头上 那它也是减缓财经压力的一种手段 所以现在全国各地呢 都在启动房地产项目 但是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啊 老百姓也确实没有钱 这个搞起来呀 也真是难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河南近期呢 又是连续出了几个轰动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 河南郑州呢 推出了房票制度 就是以前在房产开发的时候啊 特别像这个棚改 城改的时候呢 它一般都是货币安置 加房产安置 就是给你一部分房 然后其他的呢 给钱你货币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 这些拿到货币的人呢 又来买了开发商 开发的房产 等于是把这个钱呀 弄来弄去的 还在房地产里滚着呢 但是这个过程呢 把房产这个血球呢 给滚大了 那么现在呢 政府是拿不出钱了 货币安置已经是不可能了 那么现在只能给房 那么怎么办呢 这个郑州呢 就发明了一个政策 叫做房票制度 就是现在把你这个老旧房产拆了 现在没有钱给你 也没有房给你 但是我能给你房票 将来呢 这个房子取来以后呢 你可以任意的挑选 据说呢 这个政策给的很优厚 就是让你把你的老旧房子呀 让政府赶快拆掉 然后你拿将来的好处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房票 那么我一看呀 以前说是给现房 给现金 好多都没有兑现的 难道说给你一个房票 就能兑现吗 所以这个制度退出来以后呀 我看啊 吐槽的人多过了点赞的人 这是一个比较奇葩的政策啊 现在的房产情况是啥呢 就是说是一二县城市 或者是省会城市 还能好一点 为什么呢 他们这个地方呢 好就业 或者是你在这买的房产呢 它还有一定的保质功能 所以呢 在前期的过程中呢 各个大城市呢 都在抢人 可以说已经把些 地级市县级市的人呀 往省会城市呀 已经是稀里大批了 所以现在好多在这个 地级市县级市开发的房产呢 就根本卖不动 那么这个情况呢 河南可能更为突出吧 所以现在河南呢 有几个县推出了这样的政策 就是以你收割的小曼 和你收获的大蒜呢 来抵这个银行的首付款 他这个宣传呢 说的是挺好的 就是说你拿这个农产品呀 在这个首付按揭的时候呢 能抵16万的按揭款 就是这样一个政策 据媒体催呢 还有一部分成交的 但是让江泰公说呀 这完全是忽悠老百姓的一个东西 真正线上有钱的人 人家也不缺这16万嘛 另外人家可能也看不上县里的房子 早都跑到省城买房子去了 那么现在你忽悠农民买房 那么农民一个呢 他在农村有栽基地 他不是特有钱 他不会跑到县城去了 他跑到县城去 他干啥呀 他就是想到县城去买房 那你看 你这个16万要多少小麦 才能抵得出来呢 今天呢 我们就说小麦啊 因为江泰公小时候家里头种过小麦 我对这个比较熟悉 我们就拿小麦做这个比方啊 现在呢 河南有的地方吹呢 他们的小麦呢 已经能达到母产1500斤 就是800公顷左右吧 已经成了全国母产最高的省份了 实际底下很多网民质疑啊 这都是吹牛的 那么江泰公认为啊 这绝对是吹牛的 可能有个别实验田 能达到这个程度 正常农民的那个承包地啊 能达到七八百斤 那已经是很厉害了 所以河南这个地方的人啊 一般都会气壮山河 所以呢 我们给他算账的时候呢 也把他算的大一点 我们就算一亩地呢 打1000公斤两时 然后这个开发商的广告说呢 你把农产品呢 卖给指定的农产品收购公司 他们按一公斤呢 两块钱收你的小麦 那么我们算一笔账 一亩地算你收1000公斤吧 你一公斤两块钱 就是2000块钱 10亩地呢 就是2万块钱 100亩地呢 就是20万块钱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 你要想用精良的粮食啊 付清这个首付款16万呢 那么你就要最少有80亩地 那么我们大家去想一下 中国的人均耕地 人均才是一亩多地 那么在人口特别稠密的河南啊 我不知道人均耕地是多少 但是我认为 它不会超过两三亩的 这是肯定的 那么有多少人有80亩地呢 这个首先就把它限制住了吧 你产量再高 你只有三亩地 你顶啥用呢 所以这就是忽悠人的 那么这个大算呢 更是这样的 我们就不用去细算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完全炒作概念 炒起农民买房的欲望吧 我也曾经在节目里头说过啊 中国的房地产呢 咋样才能卖动呢 就是你要让官员去买房子 因为中国的财富呢 都在官员手上 这个观念 我这么多年啊 讲了很多次 但是这里头又有一个悲论 哪个官员没有几套房呢 我以前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过啊 你让一个当局长的人 他这么一辈子 就是调这么几次单位 他到哪个单位不搞一套福利分房呀 对不对 这样算下来 哪个人手上没有四五套房呢 所以官员买房的也没有积极性 另外这么多年呢 他通过这个腐败的手段呢 可能也收了很多房子 所以这个官员买房这一块啊 确实他有钱 他没有积极性 那么现在呢 推出了一个针对官员的买房政策 这个政策呀 是我前两天啊 遇见了我的一个哥们 那么他的家乡呢 是河南的 他说呀 他家乡的亲戚呀 给他发的有消息 说了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地名呢 我就不说了 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呢 真实性是比较高的 因为最近呢 国家又开始炒作 买房爱国这个事情 那么你把买房救国这个事情 放到现在的中共来说 他只能动员自己的一个买房呀 底下的韭菜 已经是彻底割不出来了呀 你让韭菜去自费 做核酸都做不动了 他怎么能拿出大笔的钱来买房呢 那么河南这个政策呢 是这样的 也许他们出这个政策的时候呢 也受到存证银行那个的启发 他们首先是把他们城市 这个公务员的银行信息呢 做了一个调研 虽然财产没有公布 但是党和政府呢 已经掌握了这些公务员的财产信息 然后各单位呢 分别把公务员召集起来开会 动员他们买房 然后开会的时候呢 底下就有人说 我们没钱 我家里头现在已经有两套租房了 我再没有钱钱买房子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领导就会敲打你 你们的银行信息 我们这可都有呀 难道说我还要把你的财产公布一下吗 或者是我们再追究一下 你的财产来源吗 那么你们有能力买房的 你们就要积极主动的买房 来为国家分忧 来为政府分忧 所以呢 可以说是啊 逼着公务员买房 那么事情搅到这呢 大家也就明白了 我们以前就说呀 共产党就是个搅入局呀 他们可以把这些人放进去搅 看到别人在里头搅的时候呢 旁观者呢就显得非常的兴奋 那么他们自己也知道 有朝一日呢 可能自己也会被卷进去 但是呢 他们都怀着侥幸的心理 他们认为呀 这个搅入局呢 是党内必须存在的东西 因为只有不断的搅 信任才有机会 这就是中共这个党员呀 喜欢玩的游戏 从中共的成立 一直到现在 这个绞肉机什么时候停过 但是 大家是不是都乐于干这个事情 那么现在 逼官员买房呢 实际也是这样一种 近似的行为 以前你贪这个钱 那么党呢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现在党国危难了 你吃进去的 该吐出来了吧 该为党国做贡献了吧 现在我们拿出了具体的方案 买房 你要是不买 好 那我就公布一下你的财产 甚至我来调查一下你的财产 哪来的 交代清楚 你现在买了房 是为党做贡献 那么当我来查你的时候 那你可就是贪污腐化呀 不但要把你的存款没收 也许要把你已有的 还让你全部吐出来的 所以共产党这个体制呀 大家要看到啊 它就是一个绞肉机 但是大家呢 也都乐于看见这个绞肉机在运转 那么现在面对着房地产 救党的紧要关头 这个绞肉机又开动了 那么我们来看 这个效果到底有多大 我想如果通过这种办法 能把一个县的房地产救活 那么这种办法可能会在全国推广 没准中国的房地产又好了呢 那么这期节目呢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